我们继续讲一下应用场景 场景比较多 我们包括网页事件绑定 然后Promise 然后这个2Callbacks 然后是Node.js自定义事件 讲完这些之后 我会再给大家补充几点 虽然说不会详细演示 但是也是观察者模式 而且是常用的几点应用 所以说加起来 这个地方我们会列举 大约 因为这个Node.js自定义事件 它里面有分为好几种情况 所以说如果全部加起来的话 那大约场景得有七八种 甚至是八九种之多 所以说你看到观察者模式 在GS中或者在前端中 用的是特别广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网页事件绑定 这个代码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代码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一点演示的必要都没有 我们不去代码演示了 我们就直接说 这个代码可能是大家 一开始学前端或者学GS 最最开始的一个代码 可能是你都写了很多年了 但是如果是你对设计模式 之前没有了解的话 你不会想到它是一种观察者模式 大家看一下我们观察者模式的概念 就是第一个发布订阅 第二个可以一对多 当然也可以一对一 就是说网页事件绑定 以及说所有的这种UI 或者说webview这种层面的 可能不光是webview 就是所有的UI界面 这种层面的 就是事件监听的机制 就是比如说监听用户点击 监听用户拖拖这种东西 就所有的事件监听的机制 全部都是观察者模式 如果不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代码开发将会变得 不是那么的容易理解 大家看 我们声明了一个button 然后这个button1.click 执行一个函数 对吧 然后button1.click 执行一个函数 button1.click 执行一个函数 这儿我是故意为了掩饰这种一对多 才弄了三个click里面的事件 就是弄了三个click事件 其实咱们一般的场景下 基本上用一个就行了 对吧 基本上你说你声明一个按钮之后 你基本上坚称一个click就行了 你没有必要坚称三个 除非是特殊情况 但是我一开始说过 观察者模式 我们在一开始讲的时候 说到它是一对多的关系 因为概念中有讲过 但是我们在实习用的时候 不一定就非得是一对多 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对多是观察者模式 那我们砍掉两个click 只剩下一个click 它就不是观察者模式了吗 这个不可能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采取 钻这种咬文嚼字的扭脚件 能明白这个意思就行 好 那我们在执行这个click的时候 其实是进行了一个函数的绑定 就是说我们页面一下来之后 我们就声明了一个button 然后在button上面进行了一个click事件的绑定 这个时候这个click事件 其实完全没有触发 就是这个click里面的函数是没有触发的 对不对 没有触发 你不可能说一上来就 console log就打印出一机来了吧 对吧 而是什么 而它等待 等待这个按钮被点击 按钮被点击 这个才会触发 按钮如果不被点击 那这个就永远不会被触发 这就是观察者模式的一种很经典的应用 就是我先订阅上 就发不订阅嘛 对吧 我先在这订阅上 你如果是按钮点击了 按钮点击其实也是一种状态变化 对吧 跟我们之前演示的那个demo里面是一样的 demo里面是subjects 主题的状态变化 会触发观察者模式的这个update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 就是按钮的点击也是一种状态变化 对吧 它可能不是咱们像咱们之前写的这种0变成1 这种直接 但是你可以理解为按钮的点击也是一种状态变化 所以说它变化之后 它就会立马触发我们的所有的观察者 对吧 那这几个方法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所有的观察者的这种update方法 所以说这个设计啊 就是这种onclick绑定的这种设计啊 你看似简单 为什么看似简单呢 就因为它设计的比较简单 也很容易理解 所以说它的看似简单 有些东西咱们是很难学的 对吧 学习成本特别高 人家这个东西呢就很好学 很好学就基于它是这么设议的 它是依赖于观察者模式设议的 所以它有个相互顺序 并不是说它真的可能就很好学 而是因为它设议的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们看似它很好学 但是如果你是前段的初学者 但是你之前没有接触过设计模式 那你可能是想不到它是用了观察者模式的 我们再看看promise promise的代码呢 我们之前已经写过了 所以我们这儿不再演示 这个代码演示的是如何生成一个 并且返回一个promise 然后我们其实重点看下一个 就是promise的两个.zen .zen.zen 这个地方其实也和click是一样的 大家看 上面那个是.click 后面加了一个函数 对吧 就是监听保定时间 但这个地方呢是.zen 后面加了一个函数 然后.zen后面加了一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两个Zen里面 保定两个函数 它也是一种发布订阅的关系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zen里面的几个函数 先绑定上 先订阅上 对吧 第一个函数是打印这个图片的位置 第二个函数打印图片的height 但是它不会立刻执行 它不会立刻执行的 因为我们加载图片是需要时间的 是需要一步来处理的 可能需要100毫秒 也可能需要200毫秒 哪怕它需要50毫秒 它也不是立马执行 所以说 它需要等什么执行 它需要等那个promise的状态变化才执行 那promise的状态变化 是真的状态变化 就是一开始promise 它是一个painting状态 就是等待中的状态 那当这个unload之后 图片unload之后 比如说加载完之后 它会执行result 这个时候promise的状态 真的就变了 promise状态就变成成功了 然后如果是有错误 promise状态也会变 这一点呢 就和我们上面那个演示 实力的演示就非常契合 就是状态真的变化 状态变化之后呢 promise内部的一些机制 它会将之前收集的 这个Z里面的这个函数 全部给出发 当然肯定是一条一条的嘛 但是它最终会全部出发 对吧 这也是一种关键的模式 那这个代码呢 我们也就不再演示了 因为我们之前都已经演示过 就是将promise的时候 已经演示过了 好 接下来是gequire callbacks gequire callbacks 大家看这个语法怎么写的 因为我们平常不是很常用 这个dollar.gequire callbacks 而且注意大家要写 这个C是大型 这个好像是不是很常用 为什么你不是很常用呢 因为这应该算是gequire 比较底层的一个API 就是说gequire的其他功能 会用到callbacks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这个功能 偏向于比较底层 它是一种工具性的 服务于gequire所有的任务 其他的API的一个功能 你像我们在gequire中用i.x 你每用i.x 它必然会跑到这个里面 这个callbacks里边来去 调用它的callbacks的一些功能 那就可见什么呢 gequire这个酷 是我们前段特别常用的一个酷 对吧 那它这里面都自己 独立封装一个callbacks 就是这种观察者模式的这种功能 可见是观察者模式 在gequire中用的是特别广泛的 对吧 如果用的不是很广泛的话 我们没必要再单独写一个 我们直接在那个地方写就行了 没必要抽象出来 没必要处理出来 由此也可见啊 这个观察者模式在gequire中用的真的特别广泛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去简单演示一下这个功能 因为前两个场景我们都不再演示了 一个特别简单 一个是之前演示过 那这个我们也演示过 所以说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块去看一下 当然 如果是你在前端gequire的框架中 或gequire的环境下 需要用到这种触发呀 订阅这种方式的话 你直接去用这个gequire的callbacks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它也可以给外边用 好 我们找到什么呢 我们找到这个之前的test2.atml 之前在讲这个讲代理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地方有一个dollar.proxy 我们讲代理的时候用过这个页面 我们就把之前的代码先把它删掉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引用了gequire的一个页面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干脆去用这个页面了 好 我们就在这写吧 callbacks不是称dollar.d 注意大小写啊 这个c是大写啊 callbacks 注意大小写 然后呢 添加一个callbacks.add 添加一个函数 就添加一个观察者 那当然我们这可以把这个参数给写上 好 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就简单打印一下 fn1info 对吧 那我们再添加第二个第三个 我们就添加三个吧 二 三 好 就生命callbacks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这个 比如说 4.1事件 或者是4.1回调 这都可以啊 然后callbacks.add 就添加一个回调函数 当然这个还没有执行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 就是添加观察者 对吧 添加观察者 接下来我们去出发 出发 点fire 比如说叫gogogo 好 这时候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还按照之前的方式 我们使用这个atb-seal 然后到了流载器中 我们运行这个localhost的 短口号是8881 然后test2.2 其他方便 我们清空一下刷新 大家看 fn1 gogogo fn2 gogogo fn3 gogogo 也就是说我们这儿 执行了一次 然后呢 之前的都已经被出发了 是吧 那我们再加一个 比如说就叫fire吧 好 保存 清空 刷新 大家看一下是吧 是执行两次吧 对吧 这个gogogo全部执行了一次 然后这个fire呢 又全部执行了一次 OK 这就是那个gequer的callbacks功能 大家如果在自己的业务中 或者自己的开发中 如果遇到类似于这种 使用场景 或者说同时你又 使用gequer的话 那你完全可以用gequer的 这个功能 这个直接用就行了 好 这一小节先结束 我们下一小节再继续讲 我们下一小节再继续讲